大家好 说起兰花 兰花是一种非常文雅的一种植物 再说了我还是比较喜欢养养兰花的 不过也可以养在客厅或者书房里 给家里增添文雅的气息 不过在养护兰花的过程中 如果你想要它快速的抽荐的话 首先一定要做好下面这几点就可以了 那么是哪几点呢 今天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第一点就是施肥了 施肥的话咱们可以做到勤施肥是比较好的 分时间段最好是在15-20天给它吸用一次 吸用的话 我一般我就是使用这个兰科专用凝粮液给它吸用的 咱们按照里面的配比说明 配比给它浇灌是比较好的 如果担心它肥浓的话 可以令虚物浓 做到一个令虚物浓就可以了 咱们就是沿花盆边沿给它浇灌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促进花芽快速抽出 还有增加这个叶片的油力度的 其实它的作用是比较大的 不单单用在这个兰花上 其实属于兰科的也可以一起使用的 另外一点就是给它充足的光照了 进入秋季的话呢 可以给它做一个传液照是比较好的 它这个叶片更加的饱满更加的油力 还有增加这个光合作用是比较好的 所以进入秋季一定要给它做一个传液照啊 施完这个兰科专用营养液 大概五到七天之后啊 给它浇一次透水 所以可以让它这个根系吸收这个水分 就要让它更加的饱满 就给它不会出现一个缺乏水的现象了 这样就可以把它养得很好了 好了 今天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好 下期再见